文青文化沙龙是一个跨学科知识分享与公共讨论的论坛 沙龙以讲座与圆桌对谈等活动为载体 旨在为非面华人提供一个理性对话 知识分享与建立连接的平台 共同构建优质的公共文化生活 欢迎大家关注沙龙在各个平台的社交账号 获取未来的活动信息 包括微信公众号、微博、YouTube、Yins等 我们会不定期更新最新活动内容 如果观众感兴趣我们的活动 想成为我们主讲 分享自己熟悉的知识领域的知识 也欢迎跟我们联系 在接下来的两段里 我们将与三番著名的艺术影院 Rock City Theater 一同带来影片末代皇帝的放映 够票方式已经放在我们的公共平台 那么让我们回到今天的活动 今天非常有幸邀请到建筑师张伯远 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师兄 来分享他对Henry Murphy 以及中国传统建筑设计 现代化与国际化之中的研究与思考 张伯远是清华大学建筑学学士 系统学习现代建筑设计的同时 跟随刘昌老师学习研究中国传统建筑 之后获取耶鲁大学建筑学硕士 师从Deal Architecture School院长Robert Stern 并在毕业后接受Stern邀请加入了Stern的事务所 BrownSat 现在担任Senior Project Manager 同时国院学长也在业余开展自己的建筑历史研究 并在众多学术期刊发表研究成果与翻译文章 所以说国院学长同时拥有第一手的中国传统建筑 西方古典建筑的研究经验 同时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职业建筑师 从这三个方面来说 国院学长对于今天的这个选题 是有着非常广博的视角与深刻的经验认识的 下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国院学长 来听今天对Henry Murphy的研究分享 感谢于他的介绍 调气领点高 我尽量就是打到这个名字 简单介绍一下我现在的事务所 我们现在在湾区 其实斯坦图的这个Payson是30个月的事务所在事务眼前 然后我们还给Honald的一些土豪做别墅 当然我们在其他的一些院校也有大量的设计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我们是在哈佛做了最多建筑的耶路的建筑师 然后但是这些之外 其实在业界来说 我们最有名的是以纽约还有国内一些城市为代表的一种非常昂贵的 Condor Tower 这不说这是给大家介绍一个背景知识 也不说背景知识和我的背景 然后我其实本职工作不是干这些事 就是我们在中国做了大量的这种开发的 苏世民书院也是我们在中国的一个非住宅开发的案例吧 先话不多说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能看出来这是什么东西什么地方 这是一个岛 如果你们只看这个轮廓知道是在哪吗 在San Francisco附近呢 这样是有的 对 你知道是Shashland 你会知道它当年是做什么用途的 对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是有这么一个东西 就这个图你们肯定没有见 因为这是我画的 这是Shashland当年做金门博览会的时候 真实建成的一个场景图 或者是一个导览图 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建筑师Murphy 当时给这个活动做的一个提案 或者说他是参与竞标的一个方案 当然这个方案没有被选中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个方案非常有趣 就是这个图我是基于它这么简单的一个草图 相当于就还原成三维应该是什么样子 这里最核心的一个想法是 Shashland是它当时填出来就是这个有缺角的这个形态 他看到这个形态以后 他觉得也许我们就从这个轮廓出发 遵循这个轮廓 在这儿正好能够 这不是两个缺角吗 正好做成一个八边形 做成八边形以后 这个几何的特性非常的强烈 就是它可以就从这一半面形出发 建立起一个向心的结构 然后把它 它会把功能要求中的所有场馆 都嵌在这个几何结构上 比如说如果这个小字来看不清我来告诉大家 就是展览要求每一个环太平洋能参与的国家 可能要有一份区域自己建设的国家场 如果你回去看这个图 中国馆的这些位置 会有一些日流的场地 来定制化和做自己的场馆 就跟现在世博会的过程 很像 Murphy给他们留的位置 是最外面的一圈 然后呢 中间一圈这一圈 是美国各个州的一些小长馆 是这样的分布 但最中间 最中间一个湖 自己做了一个人工湖 它认为这个人工湖 可以象征太平洋 然后在正中间它立了一个塔 地标是很重要的 我们看就是原方案也有的塔 但是原方案这个塔 如果你硬要说它是什么风格 估计称它为是Ardeco的 但是Murphy认为 你竟然是太平洋为主题 我们不妨立一个中式风格的塔 这就很有趣 就是它很 如果你仔细看这个地方 它很明确地画出来 这是一个中式风格的多元的塔 很可惜它没有被实现 都被采谈 但是通过这一个 它的一个设想 我们可以看到它对于中国建筑 我认为还是有一个 非常诚挚的 第一它是很喜欢的 第二 它认为中国进度甚至可以 在美国实现 并且能够拥有一些 可能超越中国当地的 某种普世的意义 我们也是没有预理的 这是我 借着这个小故事 开启的一个话题 那么我们今天的传统 Murphy 我会简单地讲一下这个 研究背景 刚才跟大家聊天天的时候 说完了就不说了 那么直接从Murphy开始 我会简单地介绍它的背景 然后我挑一些它最重要的项目 最重要的其实是 在中国的一系列的校园建筑 它做的比这些更多 但是我大概挑了三个 我认为比较关键的 同时这三个项目 因为它们特点很明确 可以作为线索 它能串练出来 它一种职业生涯的一个 风格的变化 或者是一个生涯的发展 然后我们再损一些 它的其他的一些事件 尤其是它会把 它在美国虽然 三番这个美建成 在美国其他地方 做一些中国风格的建议 有点意思 我们把这些零三番的东西 很快地给大家过一遍 让大家能够对他这个人 整个一个生涯的一个作品 有一个比较相对比较全面的 这么一个了解 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些讨论 这是今天的一个大概的安排 我们开到 最好别的分享到这段 虽然这个录像 现有的研究 简单说一下 郭伟杰老师 他应该是康奈尔的故事生 现在年龄也挺大 在港中文教书 Murphy 现在唯一例专注 就是书 就这一本 然后最近 有中国的学者卢伟 把它翻译成中文 刚刚上市 应该是可以买到的 同时我们 这论务务务 当然是不完备的 就是现在 随着我们 建筑史学科的发展 我们的研究 也不断在丰富 就是有各种各样 更多的学者 为整个这个去世 前专家 这个就不说 我今天其实是 因为我本人 我本人也不是一个 专业的学者 我是站在一个 像郁伟杰那说的 一个职业进驻师 代表者立场 给大家分享 做一些分享 就是我们关注的问题 如果概括一下 就是他做的一个 什么事情 他并不是一个 他不是样式雷 他也不是苏州的某个 某个木匠 他是一个美国进驻师 但是他如何 如何在现代的职业体系下 现代的施工体系下 现代的营商体系下 把传统监图 盖成他希望复兴的样子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如何去在现代 来用了一个语言 有点关系的一个词 翻译 这个词也很 很sorny 这个词不好说 但是我们不解说 这是一种翻译 那么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他在这个过程中 或多或少 会有两种文化的这种教杂 这个很有趣 然后第三个问题 就是我们怎么看待 他那个时代 应该理论上 不算是我们说的 1980年后的全球化 但是是全球化之前的帽装 全球的图景 我觉得也蛮有趣 背景 在Murford Down syndrome 我发现了一张 就是他们 事务所出去的那种 有点像我资格的那个 资格说明 资质说明 就是你要交代这个合国人的背景 从这里面我摘出来了一些关键词 然后 如果我整理一下 他是New Haven Connecticut 那些学生人 Yale就在New Haven 所以他就是出生在这个小镇 然后他一路在New Haven 读书 一直读到Yale的本科毕业 在 我刚才简单提到 Yale本科是不分专业的 然后他 在上本科的时候 肯定不知道 从这什么考虑 但是他 在本科毕业 99年毕业以后 他在简历上告诉我们 他在Yale的美术学院 跟这个叫做 Sheffield Scientific School 有了一年的研究生学习 他为什么会有 一年的研究生学习 他为什么会有 一年的研究生学习 反过来证明了 他在这个时候 决心成为一名建筑师 但是你决心成为一名建筑师 你为什么去建筑学 因为在这个时候 美国还没有成体系的 建筑在高校里面的这个 program 各大可能已经成为 但他没有去 但是他 我认为他收到了高人指点 说你要想 在美国做建筑 做成为建筑师 你又不想去巴黎留学 那么你 按你现有的美国教学资源 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 第一 读一个艺术学院 受到一点艺术的训练 第二 读一个知识一个工程学院 这个Sheffield Scientific School 当时是美国比较好的一个工程学院 铁路工程也特别好 所以沾田有趣了 这个学院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在Murphy那时代 他在工程学院 学到了一些工程中的知识 然后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决定不去巴黎 那个时候 大部分成名的美国建筑师 90%都要去巴黎美院去学习 然后回来 带回那些东西 还没有去 但是他找到一个巴黎美院的平体 就是在纽约 这个Maskerade是一个真的法国建筑师 他是在纽约开设了一个 工作室也好 或者叫他图房 在这个图房里面培养出来一大批后面 就是各个领域里面 各个分野里面的美国建筑师 就是Murphy是其中一个 但是当时在这个图房里面 他平成说一大批人 而他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是1904年的Saint-Louis 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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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早前 他一定 就是从时间下来看 Murphy可能参与了 没有证据 但是也许这个东西 也让他在做那个三番的提案之前 有点展会的经验 更有趣的就是 前面这些 我觉得是一个他的教育背景 然后呢 他在自己独立开业之前 也在别的 firm 里打工 那么他打工的 firm 是主要重要的是这两个 他们如果我盖过的话 他们都是 Yale Connection 这两位都是耶鲁的 参加他的学长 学兄 学书 然后 如果不在纽约会通常 他们真的没听说过他 不过Sort Up很著名的是 他在耶鲁本校做了这个美术馆 如果你们熟悉现代建筑大师 知道路易康的那个新环境 然后 德拉诺比茂菲可能就大个三五岁 然后他后来在茂菲 在中国盖校园的时候 他也在盖校园 他在耶鲁又给你们校 盖了一个神学人 这个办法学 所以他有了 美国能够给他的当时 比较好的建筑教育 拼传 然后他在当时 比较优秀的事务所 有了工作的经验 有了时间的经验 然后他终于攒了点钱 去欧洲转一圈 之后回来自己开业 好 稍微简单介绍一下 当时他 就是开业之前吧 美国的建筑背景 那么 这个Bosal就是法语的美术 就是所谓的这个Bosal 就是我们 目前概括称当时 活跃在美国 尤其是各大重要相对上的一个建筑的风格 因为这批人 像我跟他说 都是从大力民回来的 然后 我们现在一般把它笼统地成为Bosal管车 就是 当时他 在纽约职业的时候 美国的 比如说重大的市政共同建设 都这种风格 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时间线上 大家稍微理解 在Murphy那个时代 大概是那样子 他在美国受了什么样的影响 以至于营造到他未来的思考 一个例子 就是他说我要复兴中国的风格 他起这个词 他说我要搞一个Chinese Renaissance 中国的文艺复兴 但这个词不是他突然发明出来的 因为美国人自己就觉得 我这个东西是一个美国的文艺复兴 这个很有趣 在 不叫做 初写成为1881年之前吧 美国的这个 如果你观察它的建设情况 它不太有 那种特别声为壮观的 能够跟欧洲那些大建筑相比的 这种大型的 门面式的这种工程 没有 举一个例子 就是作家Edis Wharton 写那个 纯正年代的一个 作家的纽约人 说纽约太单调了 它就是那种赫石的房子 特别丑 那个就是 the most hideous color ever quarry 然后就没有大教堂 没有宫殿 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描述这个纽约 就是在这十年间 随着可能是 美国整体经济的腾飞 然后施政的投入 还有这批建筑师 西风归来 就拥有了壮丽的 服务馆 壮丽的火车站 壮丽的会展 还有壮丽的校园 这个运动 也促成了 就是1893年这个 芝加哥的这个展览会 让美国人发现说 我们也可以拥有跟欧洲 那些大熟度一样 雄伟壮丽的这种公共的图景 然后这个东西促成了 我们现在一般叫的 都市美化运动的这么一个 一个运动 它影响了很多城市 在这个时期的新的市民建设 还影响了一大堆的校园建设 比如说 Berkeley的校园规划 就是在这个运动之下 直接促成的这么一个结果 它不太像是 东海那些带有一种 僧院风格传统的那种 就是一个新的带有这种 我们姑且称它为有种古典气质的 这种校园规划 这些东西是当时Murphy 在他职业之初 美国活跃的思潮 那么他带着这些思潮 也就这些东西会影响到他 那些想法 这是一个大概的时间线 后面是不讲的 我们可以再讨论 年轻进入是刚开业 当然是从私宅开始 那么简单的看一下 它在美国一开始的时候 我看的都是在东海岸 靠着它的EO Connection 跟这些东海岸 这些老学校的这些大口体 或者是跟他们有关系的人 做一些住宅 也有自己的自宅 自己钱可能也没有那么多 房子比客户的房子小一些 来给他哥哥改一些什么 门廊小项目 但随着他们越来越成功 开始接下来大项目 大项目里面 尤其是重要的是 这两个 都是在东海岸 一个在康州 一个在NeuroShout 纽约州 这种校园式的建筑 随着这些建筑 在那个地方 也影响力会很大 以后 这些人觉得 他们可以承担一些 更重要的工程 什么样的工程呢 这个是NeuroShout 或者是现在的状态 素编是它的设计图 在给看到 对应关系 承担什么样的工程呢 去中国 简单的说一下背景 就是义和团运动 是反对外来宗教文化 他们敌视传教士 耶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是一个神学院 他们在19世纪 陆续给中国派遣了很多传教士 在义和团运动中 耶鲁的损失非常大 而且很痛心 我们也只是带着善意去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事情让美国的很多教会的系统 让他们做出了一个战略上的转变 他们说 为什么他们还会敌视我们 我们是不是本土化做的还不够 那本土化怎么做的更好一些 以耶鲁为代表 他们说我们要深入中国的乡村和内陆 我们愿意 我们有钱 我们愿意在中国建一个campus 但这个campus 我不想建在阳海大城市 我要建在内陆 建在哪里 他们最后跳一跳就在湖南 长沙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亚里中学 亚里就是耶鲁 亚里不是我 亚里 亚里是他们设想的一个中学 同时除了中学以外 他们还想盖一个医院 这个医院叫乡亚 乡亚还存在 他们都是耶鲁的教会力量 在中国投射 然后他们的这个决策的一个决策 的气息就是一个团队的冲击 然后他们要建设 而且要本土化 可能要做中式中国 然后这边有一个需求 另外一边 Murphy和Dana 这个新的事务所 也在东海岸做了一些学校 他们注意到 请你们来做 你们也有耶鲁 connection 我们去中国是这样的 所以Murphy来到中国 来之前 我觉得他应该是对中国 没有什么了解 但他来了以后 去了一趟故宫 被深深地震撼到 这是他的字数 他说 就是我去欧洲撞游 记得他们早前去欧洲撞游去 他在圣比道教堂 然后去复工 看维纳斯标签 他觉得审美震撼 然后他也说 纽约冰西百亚车站 就是刚才讲的 美国1900-1910年代的这种 宏伟的壮丽的建筑 也给他了一个震撼 就是第一次震撼 在故宫 我进入了这个 Magnificent group of buildings in Fulton City 在里面徜徉 从一个院子走 下一个院子 走好久 然后我无法相信 Such beauty, impressiveness, such splendor, dignity could be real 意美的词 但是他的感动应该是真诚 感动 不仅仅停留在感动 他是建筑师 他有一个更大的愿望 他希望把这个建筑 或者艺术的体系 能不能用在现在的建筑中 然后他的这个事物 就是他的原画 他说如果他只是一个古董 把他保留下来 当然很好 但是更好的一点 难道不是说 在我们的新的建筑中 继续让他活化 而不是让他停留 成为一个死的东西 这是他一生的宏愿 如果我们随着我挑选的案例 可以看到他一生的作品 都是在完成这一件事情 简单的说一下 他立下这个宏愿 那么他首先需要去学习 中国城市建筑 但他那个时候资源非常非常的有限 我们熟悉的梁思成先生 林辉恩先生 中国营造学社 那些所有工作 是在1930年以后开始的 然后尤其是他们的重头 是在抗战中间做出来 重头的成果 Murphy 1914年刚到中国 他的大半的实践 都是在1930年的以前 这个时候他们没有这种 特别系统系统的学术成果 他有了什么呢 他有一个德国建筑师 曹西曼拍的特别好的照片 他有一些摄影机 他有这个小川一针是日本 他的大国建筑计划是隋军摄影师 他们进入了紫禁城 拍摄了大映正会的照片 他有这本书 然后他有自己去故宫的一手资料 他去观察 后来人们在别的学者中 发现当然就是他还给北洋政府写申请说 有一些人员想要进入国家去做研究 行不行 同时这个大的时代背景 是1914年已经是民国了 那么传统降座也在凋零 没有皇帝了 我们不需要内部的造伴术 我们最后一个人像是雷 所以这一部分降座的知识 随着匠人体系的凋零也就不存在 直到民造学社开始去系统的发掘 所以这里有个gap 而他的整个职业剩下是在这个gap里面 我觉得这个很难能可贵 我们可以去分析去评价说 这儿做的哪不对 他哪里做的不地道 但是我们要做评价的时候 要知道他是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 去管理这个工作 这是我刚才说的冒费之前 中国进入时间 像是雷去诗了 然后呢 清末其实流行的是这种东西 也挺有意思 就可以猜死在这 然后一些外来进入室 尤其是比如在租界区或者等等 他们直接就是 你可以理解说是把西式风格 或者外国风格直接的出口到中国 这是一个大的图形 但是在一些案例里面 尤其是一些跟教会有关系的地方 他们还是希望能够融合中式元素 我这边取一些例子 都挺有意思的 但是他们跟诺菲的想法有一点不同 就是他们只是融合元素 对吧 你这个可以看出来中国建筑不长的样子 他只是用一些问题的组合 也挺美的 但是冒费想的比这个更严谨 或者更更硬核 更硬核 他想要更更真实的呈现 以过功为代表的 我们叫他官式建筑的一个风貌 这是他的目标 当然这个目标也很难达成 我们先看他的第一个作品 就是刚才说的在长沙雅里 这个地方现在是被湘雅吸纳 但这个校园 它设计的所有建筑已经不存在 在抗战的时候 长沙造出了很可怕的轰炸 全部被炸掉 这张他当时的设计图稿上面 这个地方是雅里中学的校园 这种建筑实际上医学院 不过这个建筑不是冒费设计的 如果有资料里面说 它是冒费设计的 是不对的 这个建筑是叫James Gamble Rogers 也是一个业务毕业建筑师 跟他可能差不多同级 他后来 这建筑后来在Yale 就是本部建设了大人的校园建筑 一个背景 那么 如果我们观察 冒费第一次来中国 做的这个尝试 我们来描述这个 这是一个河院 对吧 一个河院里面 有这样的一些对称布局的楼 然后在这个大的 这个大个庭院的终点 比较更重要的建筑 就是这个轴线 这是一个我们叫它主轴线 然后有根次轴线 这个次轴线呢 一方面连接起来 它接对面的这个医院 另一方面 它这做了一些变化 你看到 这是一层宿舍 这是一层宿舍 这是空的 但你这儿停过来的时候 它做了一个细析性建筑 这是一个终点 这是它在固局上面的想法 这个 河院的感觉 这种对称丰富的楼宇 这个连成一圈的外廊 如果你熟悉美国大学 你可以马上说出一个词 叫UVA 这是UVA的模式 如果你们知道 这是杰斐逊 他有一个朋友 Lachauve 是美国第一个建筑师 是从英国来的 然后他们一起做这个东西 杰斐逊他有一个想法 他觉得有大学 有一套他自己的教育理念 关键词是他希望 他跟宗教没有关系 所以他统领的这个建筑 是一个图书馆 这里面没有教堂 所以这个模式 我叫它UVA模式 是区别于 比如说哈佛耶鲁这种传统的 跟教会传统有关的 这种僧源式的一个东西 UVA影响深远 因为它奠定了 美国校园的一个范式 那么当Murphy 做规划的时候 他我觉得可能是本能的 就是要做成这样的范式 所以我们可以称呼 雅里同学的这个规划的特点 为Jeffersonian 因为这个很明显 不仅仅是这个管事的故事 这个狼子也很重要 你看他想要做这个狼子 串起来 在牙里好像没有实现 但是在我后来会讲的 金陵女大里面这个实现 继续往下看 那么看看一些单体建筑的设计 这是医学院的高楼 然后不是所有的楼都盖起来 盖起来的这个核院 其实只有一二零星几核盖起来 最后其实也没有形成 他想要那种庄围的效果 然后如果我们再继续看这个 就是一个宿舍建筑 它好像也不是特别像雇工的建筑 有些区别 你说它跟我们刚才看的 南京大学的那些早期的探索 也没有比他们更高明 这是它的早期的设计 为了采光大屋顶 后面得利用 为了采光它还得开老虎窗 这种东西叫老虎窗 一开这个窗就 让它显得不太强 它后面会想去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就是 以这种条状宿舍 我把它叫做 典型单元 这是一类问题 你在后面的所有画中 都要处理这类问题 另外一类建筑 我们叫它特殊的建筑 就是你除了大量的这种宿舍 教育楼以外 你肯定有些特殊的需求 比如说 这是一个礼拜堂 如果你观察这个礼拜堂 也很有趣 这一个长条长出一个小翅膀 所以它的平面形态是一个十字形 这个十字形是吻合他们的 教堂的这种类型传统 但是在这个十字形的土上 你看到它用的是中式的屋顶 来进行组合 用的是中式的这种立柱 浮在墙面上 这个还跟刚才那个宿舍不一样 宿舍你根本看不到柱子 但这个柱子浮出来了 中式的屋顶 而且在有中楼需要中楼的那种 中式的这种亭子的元素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 就是一种杂容 它在西式的类型的背景下 用中式的 我们叫它词汇 词汇来组成 简单的回顾一下 它的规划结构还是在不想念 然后它的一些单体 做的可能还不够好 然后它的这种特殊的单体上面 它有了这种杂肉的这种想法 然后这三点 在未来会进行进一步的发展 下一个重要的项目 现在是一个长条形的校园 对吧 有院子 一间院子 两间院子 有些侧院 后面还有一个更开放的 园林式的园子 所以在这个时期 它已经从那种单一空间的美式校园 进入了一个 有点像中国宫殿群的这种院落式的图局 这是一个规划的区别 现在能够看到 从这个山坡上往回看 就是第一个 所以如果你从校园里面从东往西走 进来以后第一个院子 主院子 这是一个主楼 然后后面有一个水院 装成样子 我觉得这是魏明湖的一个处境 然后我们再看看 它当时的设计稿 跟建成的一个对比 层数变化 有一些微妙的区别 但是它的一个大的空间格局的设想 还存在 注意这个房子 旁边有廊子 它是刚才它在亚里没有实现的这种 捷备训施的浪子 在金陵实现了 但是因为它的格局变化 它不再是一个大的院子以后 这些浪子反而显得更像是中世院的浪子 有点微妙的区别 浪子 然后跟亚里比较 好像是更地道一些 它有一些问题 就是 好像这个柱子 它要 这是一个两层楼 对吧 布宫里面大部分建筑都是单层 当它做两层的时候 比如说 太阁殿旁边 那个 体人洪一阁 它做两层的时候 它中间得再来一层重演 这是中国官式建筑的一种正统的语绘 它得叠起来 中国传统建筑很少有这样做的 但是它可能是掺杂一些它稀释的一些处理的技巧 它要面对的一个比中国生存建筑更大的房子 但它又要用这种供电式的语言 它的方法是 用实在这种基座 让一楼的现实成一个基座的效果 柱子从基座上再长起来 好处是 一定程度上 让这个建筑显得了小巧 坏处是 如果你自己看这柱子 可能是一个不同的比较 是吧 这也不太好 但是在燕镜大臣上 它就解决这个问题 继续看 这个也是前后的对比 我们就不仔细说了 中式建筑其实也没有这种屋顶子 这个是它的一种图传 一些细节 我先不仔细说 然后我们可以回复回来再去看 然后它的一些设计图 有些想法 如果你仔细看 如果你对于中国成长建筑的架构 特别了解 发现这面好像不对 但是不影响它的效果 还是和它的努力 能够改造它的努力 这一根构建 这个东西不存在 这个是一个西方 西方航架的一个想法 中国如果你是观察这种台梁 你梁台了以后 全部是船子 不会存在这一个巨大的构建 它既可能是由于它的 有一个预设的一个知识 也可能是 它的建筑都不是中国传统的物构了 其实是有的是混凝土 对不对 是钢结构的 在可能在一个现在的结构体系下 它需要一些构建 有办法去这么做 就是是某种妥协 可能也是某种适应性的发展 展示一下他们当时精美的一些手绘 这可能是对同行来说 比较有意思 他们在刚才我们看到 两层建筑里面 做了很多抠面上的变化 这是一个观眼的用途 还有这个月层 这是一个舞台 然后还有一个听话调节上面的变化 等等等等 就举这些图的意思是 让大家知道 在一个看似跟中国传统金融很像的 一个外表里面 它可以做出不一样的东西 不说了 然后总结 校园规划已经从丹尼一顾面 变成合院时 丹尼设计相较于压力 有它的进步 然后进入系统上面 还要使用现代材料 去模仿面的壳 这个图结的可能比较有意思 这是钢筋混凝图 代表钢筋混凝图 这个墙得做得非常厚 中国传统建筑 就是木柱子 木柱子中间用木板做成这种隔断 然后它又想让这个东西长得像木柱子 你看到它外面有个柱子 这是个半柱 它是半柱 中间后墙隔起来 这种东西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东西 它被使用现代的构造的材料跟技术 去模仿一个内部外部的形态 会产生出这样一个短板结构 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就是现在北京大学占据的这个校园 它的规划逸进了好几个阶段 随着教会他们对于用途和需求的一些变化 然后在这几年间 甲工的需求的变化 同时进入思想的变化 看燕京大学 我们会发现它的思想的变化的一个走向 这一章是1926年比较接近现在已经建成的这个方案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迷人的卫名湖很有名 维亚塔 这个是大家能够演证出来的现在北大的一些地标 可是它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个样子 燕京大学最开始的规划 其实跟金融大学的时期差不多 也是在20年前后 如果你看这个方案跟金融大很像 它还是方正的层叠的合院 也是从西往东的周线 进去以后一组院子 一组院子里面又一组院子 然后院子往旁边伸出侧的院子 这是一个很方正很 怎么说 很规则的一个结构 到1922年以后 殷京大学希望增加一个女子部 女子部它放到了这儿 它从运营上来讲 你女生跟男生还是要相对独立 可能共享一些设施 相对独立的话 你记得那个亚里的时候有个主轴线 一个次轴线 那套方法让在这儿 主轴线还是它的本物 引入一条子轴线 然后可以把女校放到这个位置 间通一个一个 集合上的一个秩序 让人们能够知道 什么东西在哪儿 然后你观察它 最左边它在轴线的木头 有个塔 这个塔在这儿 等到这个时候这个塔到这儿 是为了呼应这根四轴线 但这个塔最后还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还移到了现在的佛亚塔 就是如果我们回去看的话 就会到这儿 如果我们在三维空间上也简单看一下 就是最早的同案 何院士跟精灵女大森是很像的 然后有了女校以后 哦 补充一句 这个塔 和这个轴线的定位 跟玉泉山上的那个塔有点关系 他觉得这条轴线 指向远处的这个塔 然后在末端 我自己的自己给它出入 这是他这个出入 有了女大以后 这条四轴线把塔移了过来 然后出现了一个水院 但这个水院还是比较方整 相对比较方整 但是到了1986年的时候 这个水院变得更像的不规则 这就是更加的浪漫化的一个一个特点 而且除了我们的这个方整的院子以外 它出现一些非常别致的东西 比如说第一 水院不规则跟他说了 第二 这些建筑 它的摆放 好像比较随意了 是吧 它不是那种规规矩矩的一个方形的院子 还有就是 它诞生了一些更多想象类的这种 可能看不清楚 后面给他看张图 这种叫做湖边宿舍群 它变得更加小小精致更浪漫 它也不熟 它也不太像这种很板正的院子 我把这个时期 英俊大学为代表 称之为 亨利孟菲晚年的一个浪漫体育的时期 就是他从原来那种很板正的东西 走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真实建成的 非常遗憾的是 并不是所有建筑都建成 真实建成的这些建筑 比如说著名的北大贝宫楼 这个现在还是校长的 建设朋友是在哪里了 然后南北阁 这是一个体育馆 有些建筑用途上的变化 就是建成的建筑权 还是体现了大体底下规划的格局 非常遗憾的是 他构想了一个里拜堂 非常宏伟 在两个轴线加碳点上 灵活而见 这东西没有实现 然后很快的看一下 就是他的设计稿 现状一个比较 比如说自己在北大小银库开的 挺有意思 如果你看干铁建筑 我觉得他比金的那个 可能做得更好一些 更地道一些 是吧 他的那个基座 压到了这儿 窗户的下落 然后这个柱子的比例 跟这个屋顶的关系 显得更加的脱体 但是它依然是一个 可能比古宫眼的建筑要更大 一个真实的二层建筑 很多人 如果你不告诉他 他们可能会以为 这就是一个青菜建筑 并不是一个190 二几年代也有这个设计 我觉得他的燕镜 还是相对比较深刻的 南北河 这个名字 忠实屋顶迷人的曲线 在匠人设计的时候 他有一套几何的规律 你叫他举驾或者举折 是算出来的一些的鞋子 但是Murphy不知道 那个时候他不知道这个知识 但他得 他要设计 他得给他一个理性化的归纳 他假设这个东西 是在一个巨大的圆上面 他要练接他 我为什么知道这个点 因为我在统治上面看到他 圆心 淡境 有意思吗 这个东西 其实你要说 让他建造挺荒谬 你要是在空中 选一个很远的圆心 然后你做一个具体的淡境 但是 我觉得这个 这个事情 发现也不让我觉得很 很有意思 就是他希望用理性化的方式 就是去归纳一个他不了解的系统的一个极客原则 这是Murphy对于传统建筑的一个理解 跟他的一个在设计的一种 这是我刚才说的湖边宿舍群 那一组很有想象力的东西 在山坡上面 然后穿插组合 这是他的设计稿 是建筑的 浪漫的伯牙卡 为什么不说了 伯牙卡 一般资料上说 他是选择空中的蓝灯塔 但是我最近有一些 别的想法 等我确诊以后再跟他说 但这个事情告诉我们 在他学习中国建筑的时候 或者他应用中国建筑空中的时候 他会相对选择非常具体的爱理 就是我 说白一点 我就是抄这一个的 而不是说我想象的是一个比较抽象 或者是一个标准化的东西 他其实找到一个具体的案例 这种方法其实跟美国进入师 抄欧洲案例是很像的 这是一个方法的背景 先不评价他好一坏 然后最后再说一说燕京大学 这个时期他的屋顶的 如果你去看他的图 我归纳了一下屋顶的类型 也挺多样的 这个所有的屋顶的图纸 是同比例尺的 太和电这么大 也没有特别多比太和电大的 然后在贝宫楼 需要展示中式建筑 端庄得体 等级的地方 让他尽量采用比较严正 或者是更地道的中式的表达 这其实是要花费力气和金钱 但在更加具有工资情绪的体质馆里面 我需要实现大跨度 但是我又不需要让它长得比较好看 就直接用钢子航架的接触 这是他的当时的一个 北大这么多楼的 燕天大阶这么多楼的一个类型 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态度 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实用的态度 然后细节 斗拱大家都知道是中式建筑里面 一个非常迷人的元素 然后这个地方 它在这个房子的末端有两根柱子 这儿有根柱子 这儿有个柱子埋在这个墙里面 按道理来说 斗拱都应该顶在柱子上面 但是这儿 这两根斗拱如果都顶在柱子上面 它就打架 所以它把这个斗拱移开了 一开以后这条线跟柱子就不对位了 这个 如果你仔细说 这个很奇怪 当然它不一定想使用 这是一个世界上的一个效果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双柱是一个西方语言 中国国家是能不能不这样子 这就是一个挺有意思的 就是它可能习惯性的 要用这种方法去作为一个建筑里面的结束 但是它用这个结束以后 如果是西方的柱头 它没有那么大 就放得下 那它开始顶头柱以后 放得下它要解决这个问题 结果它就是离开这个 这是一个我发现的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 来说明它不地道的地方 但这个不地道是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地方 它是有文化的问题 那总结一下 在燕京大学这个案例里面 规划变得更加浪漫化 打破了那个严正的格局 然后单体设计跟它的纯属 用一些技巧来讲一下 更加地道 然后西部里面依然有一些 我们叫它不准确的地方 那些不准确 有一些不准确 有一些比较的原因 总结一下 我大概说的三个例子 可以看出来 不管是规划单体设计 还是一些西部语言 规划单体设计西部语言 这三个案例 体现了Murphy的一个设计的思想 和方法发展 但是它的作品不仅限于这三个 特别多 特别多 但是它的实现程度也不 我就不具体一个说 比如说有的它不完全是中式风格 有的没有完全实现 复旦规划没有完全实现 所以一个单体设计 西方大学也实在 不是中式风格 下面大学完全被假帮助扶导 它的方法没有被踩大 有的资料说是它设计下面大学 设计了最后没有被踩大 然后福建西方大学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设计 它现在不再被当初大学校园使用 是黑天主的现状是最差的 但是我听说最近也在开始进行 岭南大学在广州 这个东西就更加适应当地的气候 有点意思 我再讲一个别的校园 清华其实是它这么多中式风格中的一个特例 我讲这个例子还有一个用意 就是让大家看到它是如何去抗争 实现这个理想最后又被限制打击 清华大学的甲方其实是周一春校长 这是一个中国人 不过且称它是一个中国的大学 因为它虽然拿的是公司配款 但是有中国外交部主管 它并不是一个教会大学 教会大学想要自己长得像中国的风格 中国人自己大学想要西式风格 这个现象好像现在一直还存在 然后Murphy他很痛苦 我想给你设计一个中式风格 你不知道怎么做 你妥协一下我做能不能给你做一个 就它自己原话 我们没有明显风格的简直 这样行不行 然后一步步的退让 说你不行 你还是不在拱顶方 然后这样还是不行 最后就是在这个拱顶方案里面 它前面的这个门廊还是比较低调的对吧 然后它最后是这样一个用了大力士足高的爱尔尼注释 非常叫做什么正统的这种西方古典建筑的这个法式制度 就是注释的这一套东西做得非常地地道 材料用得非常好 非常壮观 甲方非常开心 这是它的一个抗争失败的例子 那这个例子虽然抗争失败给我们留下了一个Murphy 所以在中国西式风格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而且其实在中国这么多西式风格的近代建筑里面 做到这种地步的也不多 它的质量还是很好 比如说我们一个非常珍贵的屋力 除了大力堂以外还有别的建筑 就简单的过一下 这个是体育馆 当时是一个室内体育馆 采用了非常精进的技术 毛主席到了北京冬天想要用 只有这个地方可以去 然后图书馆 朱安大理是全部从意大利天空 Murphy对自己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慢 最后面到建科学馆的时候 恰逢一站 所有的物侠都在那里 最后他们追春也逐渐建筑 所以这个房子的西部层的来说 大家就捡来一下 清华刚才说的几个例子是大力堂体育馆 图书馆在这儿 然后科学馆在这儿 它其实有个核心区 是以前的小五爷园 在这个位置 Murphy除了这几个当下马上要盖的房子以外 他给学校的未来的扩展 有一个远期的规划 是在这个位置 最后没有按他方案来做 但是规划里面有一些想法 比如说轴建的关系 院落 一个水井 十字 荒岛 荒岛上面有一个中心式的建筑 不管它风格是什么 这个规划其实它延续到了燕京里面 这个比燕京早就1914年左右 就是说它 你抛开建筑风格不谈 校园 我们叫它空间的规划思想 其实是一脉相成的 清华 除了中国 其实它在亚洲其他地方也做教会学校 朝鲜半岛 东京 但是他们做的风格 我们不写称它为 哥特复兴 所以其实在亚洲做这种 古典复兴的风格 还是确实是比较独特 这是为什么我单独把情话摘出来的 其他类型 除了校园 做些别的 很快的过 不是主流 它跟花旗银行 不知道为什么关系 求得非常好 然后花旗银行 在中国各大程度的风行 全部让它来过 非常成功 然后在上海 还有一个美商大样 是一个美国的航运公司 叫船的浮雕 它的总部大宝 然后 这个是圣马拉雅女装 这是张艾琳的女装 女装的教堂 我写成它为中大建筑 因为它是一个 没有任何忠实工作的考量 就是一个地道的 一个稀释的教堂 这个话题可要去 就是 我们刚才提到了 太平洋这个展览 然后在匹斯堡的 Castature of Learning 巨大的高塔里面 有各种国家的小房间 每个国家这里一个 然后中国的房间 他们说 Murfeet专家他来做吧 这个我不太确定 它的参与度 到底有多深 所以这个也不太多讲 大家知道有什么回事 我想讲的这个房 这个像 The Coral Gables Florida 是一个巨大的房地产开发的 地特别大 话说地快有平慢 然后我再盖一些配套设施 有酒店 会所等等等等 然后它的这些不同的小的社区 有主题风格 如果你看到清楚这个小字 这是什么 法国乡村风格 南非的荷兰殖民地风格 南非荷兰殖民地风格 南非荷兰殖民地 就是这种非常有意思的 山墙的图线 这个是所谓的法式都市风格 都在这个地方 他们还想搞一个中式的风格 位置在这儿 然后他们就说 现在好像在美国政治里面 Murfeet是中式建筑全面来做的 然后找到他 开始做设计 这个例子有趣的点是 在于他 我觉得他这个东西 呈现出来的效果不太好 但是他是要把中式 他熟悉的中式风格 到回来说一句 中式风格 这个词很模糊 什么是中式风格 有很多种 你不同地域的乡村建筑都不一样 但是在我们这个探讨的理论里面 探讨的案例里面 Murfeet想要的中式风格就是 我们可以称它为官式建筑 所谓官式建筑 其实就是古代中国王朝的官方的建筑 他宣示着一种统治 对吧 他宣示着一种文明的秩序 那么比如说 样式雷姐代表着清代官式风格的一种标准 那么Murfeet想要的做的中式风格 其实就是这一个一个风格 但其实除了官式风格以外 我们有非常多样的地域风格 但是他当他把官式风格这些用语 本来是用于朝廷政府 因为学校可能也比较得体的地方 用在私宅上的时候好像不太费劲 而且这个私宅还得是美式的一种类型 但是他努力了 就是建筑的一个效果 这个是一些彩色照片 美式说你得有Porsche L型那种互行和这种 我觉得这种方形的互行 我觉得他可能也有过去的 中间进门进去楼梯 客厅餐厅上楼 我觉得是那样 但是他想做成中式风格 但他的知识全部是这种官式风格 所以他盖了一个大的窗间顶 但是这些文兽什么的都做出来 就是拿中式风格大杯美火的一个例子 成不成功我们可以评价可以讨论 挺有意思 就是他盖上了 然后另外我翻这个文端 发现一个悲伤的故事 签签合同 完了催款 在你腻着流味挺酸 最后假号是我付了钱 然后他看报纸房 发现这个项目要被卖的 然后他找律师 就是体现了在当时建设施工 现在直接的环境中 比较类似于遭遇 最后一个大的话题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他的效应建设 然后Murphy在1930年代以后 他的这些工作得到了南京政府的认可 然后他就 尤其是受到委员长的重视 让他参与了很多当时南京政府的项目 南京他们希望彰显我的统治合法性 对吧 我是中华正统 然后怎么彰显 正好他的这个中式风格很好 我的政府建筑是不是也可以是中式风格 所以他在南京 他的这个 就是等于是建筑师的风格主张 和甲方的这种文化上的需求 或者正常的需求 为一个契合 这个契合催生了一批 很有意思的项目的机会 这个是在 现在叫054 是当时盖的 国府把它叫做Chinese Arlington 就是一个正好历史经验的一个 一个圆区吧 然后他在紫尖山坡上构想的一个序列 原来054只有一些残存的建筑 比如说这个无良残存 他们可以修复 但是这些其他的 你看到的别的东西 都是Murphy设计新盖的 这个塔是新盖 它设计的 这个墊是它新设计的 就乍一看 好像是列车件 是塔 是三级 三级还在美国人带的 钢截楼 听我意思 然后他 但是他构想 这个空间序列 就不再是效率了 这是建筑的 他没有实用的功能 但是没有实用的功能 还是需要给人一个体验 这个体验 能够彰显出庄严数目 然后你这个体验 还得 你得 你得 设计 这个体验 这个序列 然后他就有一系列的门 牌楼 无量电 公墓是需要一大厂 也去摆一些名字 然后他给公墓做了一个很有实力的墙 然后 然后纪念堂 举行一些活动 还需要 在轴线的末端 又是一座塔 这是一个平面的布局 你可以看到等高线就是上坡 一个公墓不够 还得做两个公墓 你可以看到 虽然这个布局跟上面都不一样 但是他的对于几何控制的这种秩序感还是存在 你个个看 排楼 没几胶的 但是他的西部做得非常的重 无量电 这是改造后的一个场 这个公墓 这个墙 我觉得好有想象力 我现在还没办法找出来 它到底是从哪来的 这一定有一个源头 还不知道 但是它的效果很好意思 然后是这个纪念堂 纪念堂 我认为是在这个时期 它对于一个 它希望 它构想中的中式建筑 一个理想器 因为这个也没有认证的功能 它不需要再收到那些教学楼的那些限制 它有充分的条件去做出一个 它认为官式建筑最理想的效果 所以这是一个好的意思 最后就是一个塔 这个塔 它自己也很满意 而且还有些媒体报道 媒体说 这个Global Builder Real Yankee 然后一些戏部 这个是我在看到一些网友照片 就是它很关心戏部 它想要的部分建筑 它也希望能够通过它的设计 贯彻到它的戏部里面 比如说它一定要有这个胶 然后这个拱的门的内面 它一定要保证它几何关系是对的 而且这个是它要布上去 这个样子 还有这些排放的不管是虚拟座 还是这个的确定 还有稳寿 稳寿连如果你看它这个铅笔的改正稿 连腿的位置都要做对 最后一个首都计划 南京重新成为中国的首都以后 你首都你得有跟首都相配的东西 然后当时他们除了墨菲外 还有些别的工程师 别的专家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个大体的思路是 我要在紫津山路续线南京古城 南京古城外紫津山路 另立一个新的市中心 或者是比较市中心 叫它政治中心 然后南京城内这一片是明古宫的原址 在这个位置他们还想做一个城市的工程 把它变成一个可能是新的商业区 那首都计划涵开的很广 然后我这里只讲几个 Murphy 确认它有深度参与 或者它有设计稿存置的 我们讲这两个例子 第一个明古宫区域的更新 到回来这是一张鸟盘图 可以看到南京旧城 长江紫津山 这个是看了新设计的首都行动区 然后这个位置是明古宫新的商业区 然后这是明岭就是朱元璋 这个是当时已经落成的朱山岭 他刚刚我们看到的林古寺 其实在这儿跨不下来 有点意思是不是 就是在古城外硬立形成东西 我不知道谁在想想 因为知道这个事情 这是一个如何应对古城 和你过来的城市发展的一个课计 然后这张图就是现在的资料 就是你苹果看见的资料 他们还没发现 这个是我在各大里翻出来的一张图 看到它对于城内新设计的设想 非常有趣很杂合 它有中轴线 明古宫保留一些这个五门 东西华门的那个城堡子 然后以这个轴线为基础 它又搞这种放射性的 就是来自于巴鲁克规划的一些东西 但这个放射性它又做的不纯粹 这个放射性到这儿以后 要拐弯 拐弯的地方 他还想做一个塔 还是一个塔 塔要在实现的证明将 然后它的这个放射性的端点 他们希望在这儿建设一个新的回战 没有这些都没有实现 但从这里面能够看到 它对于城市规划比较相当 然后最我觉得更有意思的就是 它的这个新的行政中心 全部是中式风格 然后如果你聚焦到山盟 这个地方是中心的中心 它代表着整个民国政府的一个政治设计 具体而言 国会 总统官邸 新中山构想的五权宪法 每一个院都是一个建筑 然后对于建筑师来说 我知道这个政治的一个立场政治设计 我要把它翻译成建筑设计 那Murfeet Rich 我觉得它穷建了它的之前的研究 采用不同的类型 比如说五院 每一个它 如果你单独来看它 都相对比较单纯的一个船间 重沿船间 多层 三层 一个基础上面带两层的这个立柱 这个建筑相对单纯一点 但是它的整体的效果是 由五个建筑组合而成 有连羊串起来 还有一个方形的合园 然后 国会建筑需要一个更大的会场 这个是一个刚需 我需要容纳很多人来在这里开会 那么它没有办法再用一个单纯的建筑 它需要做一些符合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新的类型 有点像 清华大野堂这样的建筑 那时候把它装成忠实的底部 如果我们衍生一下 其实你想想一下那个湘亚的教堂也是 十字形平面 中国的底部 这个就是中国建筑部 所在这样的类型 但它要有忠实的语言 来去组合成这样一个构图 两类 这一类也是另外一个类型 对吧 组合得更复杂 而且你仔细观察到 这是一个方院 这还是一个圆院 可能就是它在 建筑的几何和设计语言里面 它希望能够有些多样性 各种工具 它不是说每一个东西都是类似的 这是它我觉得在首次计划中 冒飞给了我们它完整的工具箱 没有实现 不过 在台北 这跟冒飞没有关系 但是国府的 甲方的需求还是一致的 就是在八十年代的开北的 然后如果放大一点识导来看的话 在这个时期二世纪初 其实有很多地方也来做这样的 所谓的规划 比如说 Lushens是一个重力一国建筑师 它给德里做了一个大的规划 还有总督府的建筑等等很重要 Griffin是一个美国建筑师 但是它赢得了澳大利亚首都坎培拉的一个维华的竞赛 这个没有实现 但是这代表着不同建筑师 在不同的地方 对于一个理想的首都的一个构想 他们恰好我觉得是在类似的时期 所以如果你去评它冒飞 我所以可以不妨站在更大的时刻就看到 然后这是我刚才讲的这种 一种转意的方式 这种方式冒飞没有实现 但是它的学生 刘苑职在中山殿堂 广州山殿堂实现了什么 就是如果你遮住这个顶 就跟它是差不多的 总结 来过中国很多次 收索也经过一些重组 最后面在中国就为委员长工作了很久 中国住了4年以后 年龄大了就回上面 这是大概它的一个生涯 然后我刚才说的就是 粗略的来分文可以说是 有一些早期的探索可能还不太成熟 金陵与大标志的 典雅端庄的官式建筑 的一种成熟的风格 然后到了后面 不管是烟大还是054的那些东西 我觉得更加浪漫化 然后也尤其是更加富有纪念性的东西 地域中部非常的广泛 太古很明显中确 这个我资料还没有找到 但是这个也很厉害 如果我们站在更大的世界上看 中国是它的大块 但是还有日本朝鲜半岛 菲律宾 美国的殖民地 反正是美国教会到哪儿 才能跟到他 美国教会阿斯加也得搞医院 他早期的一个项目 然后他这么多全世界的项目 他只有两个据点 一个是纽约的办公室 后来他在一定一段时间内 开了一个上海的办公室 基本上就在这两个地方进行工作 然后我找到了他 纽约办公室的平面图 发现这个格局 跟我们现在的公司差太多 就是把这个图板和人电脑都行 老板还是一个孩子 好 影响 为茂菲工作过 既有重要的美国电视 又从中国电视 美国电视里面值得提的 他后来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技术任 写了好多这个历史读文 他在末菲的中后期是末菲的合伙人 好多图都是他前的名字 贝肯是在上海打工的美国人 然后李简佩是在纽约打工的中国人 挺有意思 贝肯后来在费城是50年代以后 一个规划期的大王 他的这本书是基本上 把所有学建筑都赌过全是设计 这里面有一个很漂亮的折验 折开是一个大的北京城的图 就是他为什么对北京这么了解 因为他在上海 待过在Nurvig的时候都不论 说回中国建筑是更有意思的 庄俊是清华学堂毕业 在伊林诺伊学的建筑 应该是在中国接受 西广兴美国大北京城的第一个人 然后他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到清华 去帮助莫菲是否都建清华那些工程 然后这个人真的是第一个人 而且他回来以后 开始草创组织中国建筑协会等等等等 吕燕植一年早逝 但是他在中山纪念堂中山岭都非常重要 他的这些想法我觉得跟很难 我觉得有点难credit到底是他的想法 还是是莫菲想法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 在莫菲办公室所呈现的这种 学处探讨的这个氛围 催生的这些思想也孕育出了我们自己很伟大的故事 范文照董大友过了在上海活跃的故事 范文照他被成功 后来到了香港 他租了好多公寓 董大友也很重要 我后面会列一些董大友的例子 因为他其实是 Murphy后面自己单干 因为他在中国长期单了以后 他没办法维持什么做 但他需要助手 董大友后来自己独立以后 依然在跟Murphy合作 加上于Murphy出乡吧 他带着人马 他画图 所以他跟Murphy搞的东西 其实是更难credit到底是谁是谁 有些图就是跟他有一张 他画的 但是他们一定是有这种思想的教育 李锦佩更有意思 出生在纽约的美国华人 后来在上海工作 然后回来以后 在美国唐人揭盖的地方 好 最后总结这几个话题 这东西就有点太宽泛 有点太发散 但是就点到为止 就是说通过Murphy 这个小小的案例 我们看到跨文化的进入史 的几条线 对吧 就是局限在进入史 进入技术 也很容易 近代中国是一个工业化 现代化的一个起步的点 那么比如说 我能发现 这个他记得我说 他在上海给的一个美国行业公司 带来洋行做的办公 我发现有一个中国本地营造厂 就是中国本地的工程队 给他们的报价 就是这个事情是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事情是一个例子 告诉我们 其实很多学者做了 他答案 他告诉我们 中国的营造厂 其实本地化 就是比如说 混淆土技术的本地化 早于建筑式的职业化 先就是外国人做了设计以后 在中国 是先有这些给他们盖房子的施工团队 现在的这些施工团队 后面才慢慢有了更上层的 中国的这个建筑职业的这些 而且他们还有一些复杂的进货关系 这句话题就扯到了建筑职业的现场 我们刚才看到几个人 这是中国金融学会一张信件草门 庄俊是第一人会场 这是我们刚才出的第一人 然后董大勇是 这张好像是他们重新选主席 虽然董大勇 就是冒飞相当于是一个 怎么说talent 就是一个复化器 出来的学生 然后这个我还没有做到完备 这话题太大 可能下面蔡子叫王辉来讲 就是很多中国大学的这个阶段的建设 其实教育大学的建设 跟美国大学的建设是平行的 因为如果你深究 他们最后的出钱的人是中国人 然后这个如果能够做得更加有体系的话 不多说 我其实正式的话题讲到这里 后面我们刚才说了 莫菲之前是什么样 莫菲他做了什么 莫菲之后是什么 中世复兴从来没有成熟 南京有些建设是没有建设 台北还在延续 沐河国1959年也要做这样 然后出一些别的原因 比如说为了跟日本友好合作 杨自成先生在杨州做建设堂 这也是你可以说还是主持人 因为他是堂的事情 那另外一些东西 张敏秋的陈进士不管 北京西战这个就更有意思 就是你可以说这种后展开的拼接 最近最近国家的门馆 这个需求依然存在 现象依然存在 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可以去讨论 然后最后最后最后 再过一些片子 董大爷 就是他是莫菲忠实的主守 他的这个上海政府的大楼 完全是莫菲的体系 那这个是他的威慎 然后他还有这些其他的 大上海计划其实是租借在那个时候 就是租借不是中国 所以 所以政府要在租借以外 设立一个中国人自己的上海的时装鞋 那么中国人自己上海时装鞋 那么中国人自己上海时装鞋 当然应该是忠实的 董大爷 他的规划 和丹底的一些重要性的设计 非常重要 李锦佩是那个里面的华人 这是纽约啊 唐人街 多有意思 Murphy在佛罗里达失败了 我觉得李锦佩在纽约这个还可以 杨廷宝跟Murphy没有什么交集 但是中国不有是因为委员长和国府非常喜欢在南京大量的政府建筑和公共建筑都是这个风格 而他们要求都是这个风格 以现代主义文明的华盖事务所造的南京 你也得我上中认识 台北也不说了 这个也是本来王大宏有一个现代的提案 台北的领导指标 杨先生 就是我不会 杨先生他们是00后 然后我们看个10后 张博士当时机械共同司 杨廷宝他们的助手后来开个医院 二零后 再念词后来也是中国的科学院院是吧 三零后 张景秀大使依然在做事情 然后最后是我们现在的国家庆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感谢张博言学长的优秀而深刻的分享 下面是观众最后讨论时间 大家有问题 谢谢 他学习中国的风格 他只要会受中国关系人 比如说他在燕金 英国来设立了自己原理 他有没有中国原理的迹象分析 我觉得可能有 但是我找到了正确 但是如果你从结果上来说 我觉得是有 或者有可能是 比如说中国关系的 他也有一个英国原理 他比较爱学 有可能 但是他也学了另外两个科学 我觉得他受南方原理的影响 我觉得你说的是 他不太 没有什么南方原理的东西 可能是以黄泉原理的影响 可能是以黄泉原理的影响 还多一些 而且最近南方这些民居 我说过两名字 也对他 他定律的忠实 就是清朝的关系 叫他明清风格吧 而且恰好 他在北京南京想很多 北京南京又都是明清的 中国的首度 就这个事情比较凑巧 那他有说 他昨天公众说 你有什么时候 有中国的清朝 是不是明天是关系的 我觉得有 我觉得那个是一定有 因为那个牌楼 我们就说 那个牌楼 大家找到范本 就是在那个 到西曼那本书里面 有一个清零的牌楼 你们两个一样 十三零他是熟悉的 北京沪通他是熟悉的 有些黄泉原理 但是比如说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人家一定有这个训练 他可能是 一定是 对 因为 第一从工用上来讲 帝王林木跟你现在的 纪念性建筑 它的其实效果跟工能 是很相似的 第二点 所以他的玄尺在几天山上 几天山旁边就有一个名字 他肯定知道 他肯定去了 他肯定去了 但是他在 就是他对于 比如说 江南的一些 江南地方做法 或者是江南的原理 我觉得至少在作品上 我看不出太多的痕 重过的点 他为什么喜欢 观世建筑 一个教会的动机 为什么 最后被这样的形式 他们想要 帮这样的建筑来 吸引中国人 拆成两个问题 就是教会的动机大家可以理解 就是我要本地化 但是本地化跟观世建筑等号 不是能够画出来的 画出来是Murphy自己画的 如果你看我们早期的一些案例 因为我讲的还是以Murphy作品比较多 如果你看 就比如说 这个时期跟Murphy平行的 这些东西 它不是 硬说是观世建筑也行 但是沈约翰它就只是有中式的元素 或者是地方的元素 还有一个例子是 这个图上看不太清楚的 湘雅红楼 这个一点都不关系 那个东西 如果你们可以摆入味儿勾勾一下 湘雅红楼现在还存在里面 那个屋檐 我认为是湖南当地的做法 是另外一个图示者 跟他的想法不太一样 但是教会 我觉得对于教会来说 这两个都是地方建筑 对于教会来说 我觉得他们有个倾向性 我出来测试一下 他那时候尝试中西去融合这样一个 就进行了很多尝试 他就会有一些相当于是中间过渡阶段的产物 就他一方面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去就完全照抄国内当时候的建筑 去把它就是该怎么样就把它怎么样 然后他当中这样融合的这样一个问题 他的困难是在哪边 是有技术上面的困难 还是说中式古代建筑不太适合大型的这样的建筑风格 然后您当中有简略的提到说到教学的时候 他有一些限制 就这些他当时受到的这种 这种限制和challenge就很感兴趣 我觉得问题问得特别好 而且基本上你回答也差不多了 确实是我刚刚讲的太过轻松以后 第一是知识的限制 就是你想要设计一个东西跟你真实的画出来 可能有一个差距 就是你的手跟眼有一个差距 就是第一点 就是如果你们曾经画过画过设计 会知道你脑子想构想一个东西 你画出来的东西可能会跟你构想一个偏差 这是第一点 怎么去克服这个是需要知识的不断的积累 你看得越多你研究得越透彻 你越了解这个东西 你做的可能才会越地道 这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学习的curve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其实更重要的是技术问题跟功能问题 就是技术上他没有办法用 像我刚才说的 他没有办法用中国光石建筑的传统的构造 他没有办法真的用木头去做这个东西 而且人们对于现代建筑的要求来说 那种房子的比如说热怀经验不满足 他需要这种东西就是冬天得保暖 夏天得风风 墙得厚 你得有成品的窗户 你窗户不再是木匠自己拼出来的 你得是那种成品的窗户 等等等等 这个体系 你要在这个体系内去做出这个形体 是需要想一些不管是设计上的技巧手段 还是说你要得让刚才被营造差 也得给你做这种 这都得织模 搅起来它得克服一些这种实际上的困难 然后另外一个功能上 就是我刚才可能讲的过于笼统的一点 是一个尺度问题 就是说它的房子不变比 就不跟太和变比 但是跟你比如说公王府比 都比公王府要大一些 怎么在这个大一点的地方 就建筑设计如果你做过 你会知道其实你把它scale up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变形 比如说这个柱子scale up以后 它可能就不成立了 这些东西不管是技术的功能都还是 就是美学上面的都是一些障碍 因为它就是它克服障碍的一个过程 就是它从这儿走到这儿 还是需要有过渡的想办法 但你觉得莫菲是创造一种风格建筑吗 叫Chinese Renaissance 就是你说它也不是一个 是我们传统的中心电筑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可以这样说 你可以说它自己主张是谁才主张的造型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个词 但是你如果说莫菲有一个自己的 莫菲的风格 就这也成立 可以这样说 就是这个东西绝对是 就它的这个原创性在里面 因为我看到这个我想了很多就是说 我如果在中国乡下 它会有很多那种反欧式的建筑 嗯 叫什么比如说 European Renaissance in China 热业园 我觉得 somehow 我觉得有点这种connection 在里面 说Renosaun肠上抬起来 没有说这个不好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文化产物嘛 就是一种对 更像它在博里达面 对对对 就更有感觉 对就很像那种 比达那种热业园 就是中国那种乡村会看到的 很棒 其实我想补充一点 刚才牧原提到 现代人的建筑这个词 其实在当时墨菲从业的时间 现代武艺运动还没有开始 对 阿道夫露斯他们还在判错 与之同时记得可能更类似于一个非派的那帮人 但讲太专业了 就是大概的意思是背景是一个现代主义前夜的一个时代 然后全世界的建筑制都在探索一个满足心的居住使用需求的建筑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现代主义进入运动 如果大家了解的话 其实是来开端于欧洲 它在欧洲之所以会产生现代主义进入运动 是要解决欧洲当时切实存在的社会问题和定期危机 满足城市的人口的爆炸 廉价的工业化住宅来满足暴涨的工人口的需求 提高大家的生活的质量 这些东西应远而生 但是这个东西一直不是一个美国的称呼 1932年 MOMA也入了这些前代主义建筑 或者前代主义建筑 出了一个展览 但是这个东西来到美国以后 一直是作为一个high audience 但没有真正的 与此同时美国人还在改革 在三几年四几年还是这样 现代主义 如果受过建筑学教育的人 会觉得现代主义叙事是一个正宗叙事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教条暂时搁到一边 你会发现 好像也不一定 它可能就是一个欧洲当地的一个事情 很多人觉得说我们没有现代建筑 没关系 这不是一个 就不需要成为一个obsession 那你说 而且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 那种跟现代也不一定要化上主考 就是这些不现代吗 取得你对现代的定义 Murphy 不现代吗 我觉得他很现代 我想问一个关于老建筑保养和翻修的问题 就是您说的这些很多建筑都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 甚至一百年 那在这过程中可能他们有材料磨损 可能我们的这个安全那个意识会增强 甚至会增加一些比如说内部的需求 比如说加空调什么的 这些对于这些老建筑来说 会不会有更大的难度 一般是怎么操作的 我想想怎么回答 因为你太大了 老建筑也分时期啊 你在清朝的房子里面加空调就难一些 不是不能 你得开动脑自己想办法 那么在Murphy的房子里面装空调 有些地方相对简单 我们找到一张图 金灵女大有一个铺面 我刚才说就是他在乡里得开老虎窗 在金灵他没有老虎窗 但是你屋顶空间还存在 那是一个阁楼 那阁楼也得通风 怎么通风 得做开窗啊 这是几个窗户 这是白叶 看到吗 这个你在中国的窗户中肯定看不到 就是 怎么说 我觉得 很难回答你的问题 老建筑保养 非常重要 非常花钱 所以你会看到一些 如果还是大学来占用的这些房子的话 大学会持续地保养他们 情况会好一些 那个福建协和大学 作为大学用了以后 那个房子比较差 作为厂房来用 然后 然后 至于你说这种挑战来说 我觉得可能是 肯定是越晚近的 离我们现在的技术条件更近的 更容易做的 然后离得更远的 跟我们的需求也差点较远 更难一些 当然 第一 Maintainance是很重要的 第二 是很花钱的 好难回答 不知道怎么说 还是下一个问题吧 就是首先非常感谢 富安老师 非常精彩 有意思的演讲 然后就是我个人觉得 莫特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 毕竟他在中国实践 自己的建筑的时候 像民造学社他们传统研究 那些都很没有实践 而且他从压力到精力 到年轻大学的设计 我觉得是一步步在精进 就是越来越像中国的福建 对 比如说这个 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巧 但是这个就很巧 那些都很巧 就是这一步的 对 对 然后 就是 刚才看到 莫特在美国的实践的时候 比如说 既然那种 居民住宅 我们和尚县特别的多的 对 就是对我来 就是我看那些就觉得 其实有点丑 嗯 然后那您觉得 中国的元素 在现在世界的舞台上 有什么样的发展 就是可以 怎么样实现 一个现在发现出的中国元素 以及您 在您的实践中 有用到过中国元素 谢谢 谢谢 你的问题问的特别好 想想怎么说 呃 不能算是不回答 但我们类别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 如果我的讲座 告诉大家一个什么事情 我可以总结成 中国观世建筑 可以类比成 西方古典建筑的一个体系 他们的体系特点相似 他们的这个 purpose 他们的解决的问题非常相同 所以 凡是在适宜使用 西方古典建筑的像的事 可能恰好也 跟中国观世建筑是很可能的 你可以去用它 比如说 马来说的一种 大型的公共典建筑 进行的国家工程 有这种文化内生需求的 对于古典这种语言的采用 不管是西方古典 还是中国古典 都很合适 但是 古典这种体系 并不是建筑体系的所有 对吧 除了这个以外 除了这个以外 你还有其他的很多别的东西 除了古典还有哥特 不过就西方人 除了古典还有哥特 还有大量的本地化的凝聚 就是说 除了大写的architecture 还有更广泛的那些东西 你如果仅就官式建筑而已 我其实个人觉得 在当下并不是 可能只有极少数的弟子上面 才是有这个真实的需求 就比如说国家版本 并不怕 避灾 就是万一就是中国出现什么灾难 你留下来保存我们这个文明 就是那个法座 所以那个还是很重要 然后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建筑都需要它 但是 但是 Murphy想要的是一个原汁原味的东西 但是不代表 我们也要按照Murphy的速度来做 回到这个古典建筑 中西古典的类别 如果你们熟悉 欧洲 除了现在主义的那个线索以外 欧洲1930代 其实他们还在干别的事情 意大利 法西斯的那种事 他们做什么 他们把古典建筑的语言进行抽象和解化 但是保留他们的那种一些大的格局气质 或者是大的比关系 这是一步 这是走向现在的另外一种方式 他不是说原汁原味的 就是要忠实的 Murphy说忠实的在线的一个文兽 如果你在西方古典建筑里 忠实的在线所有的线角 这当然是一种词 但是这并不是走向现在的唯一的词 在原汁原味的还原类史建筑 和打破一切历史负担 搞出新东西之间 还有很多中间的地带 我觉得这些中间地带 反而是我们现在忽略的东西 如果你去过罗马 勿索里尼搞那些新城 你就看一看 很有意思 就是抽象过的罗马固点 但是你还能看出 它不是完全的这种 你熟悉的现在主义 那么我觉得这个反而是 我们好像中国的时间中缺失了这个部分 我们从这儿去跳到那儿去 有些人主张一定得这样 一些主张一定得那样 他们互相都觉得对方是最不好的 但是我们跑到没有中间地带 如果你要问我在实现中 我会觉得中间地带 是我愿意去探索的 为什么 因为确实 你像我现在在做这个东西 可能比在莫菲年代 面临更大的困难 不管是经济上 技术上的也好 我未必要真的去 原汁原味的去 你干嘛要跟你较劲呢 有没有用别的方式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 就是走到一个东西 不知道这样的 那么多 你搜那个EUR 就是意大利的城市 你看一下 莫索里尼的方形 多数城市 全是广 但是没有任何的注射 全部发掉了 中国的例子里面 诶 看我后面几个洋片 就是 我取的这些例子里面 并不完全都是原汁原味的在前头 这个是中央国院士 但是 你如果仔细的去看 这个显然不是 它只是采用一些元素 做了一个高塔 就是在中式元素做高 是很难的一件事 但是我觉得张伯兴就算是错 然后 这个我很喜欢 甚至它不是冠着店 但是它是满足一个酒店的需求 就 我没有去过有什么想去 就这个是我觉得 一个有趣的意思 当然 你说 再抽层一步 它还是用了传统的这个瓦座呢 再抽层一步 再抽层一步 抽层成 对于你的 对 可能的是一套 它那个里面有没有用到木结构的 还是说 就是 主体的结构 都不是木材 都是 要么是钢结构 要么是一套 个别的构建 我那天 跟你说 大部分是木材 个别还是木头 但是那些木头 你可以理解成一些装饰什么的 比如说 我的封面图 这写着雾的 但是如果你去翻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看的气不大样 看到墙体跟 这个木头是嵌在上面的装饰 这就是做成那个结构的装饰 装饰 后面 年线吧 就是 莫菲可能是 头一批 或者几批 就是开始尝试中细结合的 就很好奇 当时的人们 对它这样的建筑风格 是什么样的看法 是不是觉得 不伦不类呢 是觉得很好看的 还是怎么样 都有吧 可能跟我们现在看法是差不多 烟京大学这么美 这么成功 有很多人指出来 它肯定有些不好的地方 比如说 而且有些不是那个建筑专业的人 有一个学者 忘记是谁 历史学者 说缺少台积 故宫三大殿 三大殿 泰克中和宝库是一个大的台积 轰沟起来的 在莫菲的搜索里面 他们没有这个真的夯土的大台积 但是可能条件也不原始 当时高中毕业不知道该学什么 去严谨大学骑车转两圈 太美了 不到学家 不是喜欢 批评的声音 我认为是有 这个问题也很好 收集一些批评的声音 清华那个批评大部分都是说太过舍命 您先吧 可能我的问题也类似 就是您刚刚提到过很多对细部的追求 特别冒飞一些变数上 有一个什么尖尖的 它一定要有 我就很好奇 这个细部的追求是纯美学的追求吗 还是它一个 它是跟所谓的官室建筑非常相关的 一个必须要有的东西呢 你这两个都是那些追求 那这些如果很花钱的话 甲方为什么要支持 好问题 因为美学需求也是真实的需求 这是我的需求 是这样 就是它 为什么 训练会有些 建筑成为靴头 因为这个形象是真实的需求 为什么大家想要有 这种忠实的东西 我觉得很多我们专业的这种是受到训练以后 我们鄙视这种审美 但是我个人反而觉得我们可能需要更谦虚一些去指示这样的事 你得知道这个需求是人们内心的一个 不管是有些东西是 确实有太明确的就是很努力 有些东西是人们通过 因为文化的原因 我发自内心的对某些东西有向往 但这个意图 我觉得不能 就是据光临下来说这个Low 呃 你可能要正视它 然后建筑师作为我们的责任是 我们应该怎样去应对它 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事情 谢谢 那刚才这个问题 我又也受到其他这条问题 就是知道有 大文大现在的建筑师 他是出于向往的 而不是这种政治上的需求 然后他又很会他很理解中国建筑的头像的东西 然后也做出了一些成功的作品 例子 对 张景秋大师 应该了解一下 因为很不容易 因为他是女建筑师 我们可以学到 看过那个《国家宝藏》那个电视节奏 对于他也是包别不一 但是我觉得 还是需要很大的事 他就出来 这个其实可能不是一个问题 只是一个反思 就是 从梁思成林辉英 GDP学者以后 我们中国似乎成了一个世界建筑的大试验场 先是苏联市的大的一些建筑 后来就是各种的洋派的建筑 看那个奥运会的那些建筑就知道了 整个就是好像是成了一个游乐场 那么 我的问题其实是 作为我们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我们能够做些 为着文化自信啊 为着我们传统的自由 文艺不行能做些什么 这个我相信也是今天我们去到这里 一起来听这个讲座的 了解历史 第一 其他都会 知道吗 我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 当我们说起 传统的继承啊 这些时候 我觉得最好的一个 对比就是 存在美亚的日本 对 对 日本的建筑师 他们的东西非常有新来 它是一个现在的重镇 但是同时还也继承了一些 中亚建筑的哲学 我觉得是更抽象的 我不完全不同意 但是我试着 argue 之所以是这样 其实是因为现代主义 是吸收了日本的文化要素 对 而且 像我刚才说的 现代不是一种 你觉得他跟 你觉得日本 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 东方传统跟现代 中方传统跟现代的一个 非常好的结合的一个办事 但是我反而 argue 但是我反而 argue 这还是 所以说一定要学 对对对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中爱的一个传统 我在抗头 argue 这可能也是因为 我们离得远 所以看不清 我们叫王贵你 回来就问你好不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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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actually igoo off the record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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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不见我不聊过 是个世界 对,那个,日本我也很向往,但是我不知道,银座歌舞企厅,Murphy知道,他去过了,那个就是一个大无敌,日本其实你如果自己看他近代近处,也不是单一的,他也很多元,读唐森照姓老师的书。 我有个问题,就是展示了很多,就是Murphy的设计,然后我感觉到他可能就在很多设计里面都有塔,但最后没有实现,就这个塔对他来说是,就是他个人非常大的一个obsession,还是说他觉得作为他的,贯重他这个,呃,就是,就是官式中式风格的这种美学,而必不可少的一个元素呢? 嗯,好问题,这个问题特别好,呃,两方面来说,你说他是personal obsession,也非常不可,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他的整个工序里面, 看,塔有一个什么特点,就是第一,他高,中式建筑里面特别缺乏达到高度的要素,塔是一个非常难的东西,同时他是,就是塔,从外面看塔比在塔里面更重要,你听懂我这句话,就是塔的意义,更在于你从外面看他,这是一个碑,所以他的在整个建筑群中的空间规划的时候,他是一个marker, 就是他,就是他,他就是立个高的意思,但这个高他,你也需要做大的,对吧,所以他可以,可以登上去,但他,做这个塔,往往不是为了登上去,而是,因为他足够高,他是一个足够成熟的,呃,建筑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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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然后他能够满足他规划的一个需求, 跟他类似的是什么 华盛顿方天碑 人民一星信念碑 他们满足的是同样的方天要素 但是他们才有方天碑 但是他们踏实 作为这样一个用途 就是这个自己的想法不是问题 我觉得他就像Stanford 的 我现在觉得要是缺了这个 他就少点意思 而且之前我去韩克战的 这些东西带去也是有一个想法的 一种 然后我们也是有一个想法 就是他很变强的 我觉得塔还有一个就是 它的那个形式很可以 很能体现这种文化的特质 是 很有代表性 你看像这种西安那种塔 一看就有中国式 简单补充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这张塔的 西邦丽塔的不算是 其实是有一些历史原因的 一方面是从原理的发展 讲过来说 我们的那个French Garden 发展到English Garden的时候 有一种对于 我们今天这种试图上 还聊了这个事情 对于Oriental文化的应用向往 当中的一个很具体的投射 就是一个Tower 然后很具体的一个案例 就是人家大包的词 对吧 所以你在很多很多西方的流线里 也能看到这个东西 所以在西方的进入师 他在做中国的项目的时候 他也想把自己的那种 就是自己Consult 当到那个Typical的 这种所谓的Landmark 在投射项目当中 所以它是对他们来说 almost 像Commun Sense 会出现的一个东西 另外一方面从Campus 你们又刚刚很多Commun提到的 Campuses 校园文化 校园文化里面 其实是有一些常见的元素 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做一个校园的Landmark Molumentality 其实今天你的那套里面体调了 然后这个Tower 或者Something 就是有一个Elevation的一个 达出来的这么一个体调 就是它也宣示着Molumentality 所以出各方面的原因 它都有这种识详 就是出于燕丁大学的 它出于就是做一个有东方文化感的大学 它是要一个Tower 另外一方面它是有什么用的 我补充一句 燕丁大学维亚塔 是有功能的 它是一座实际使用的水塔 我一个给你提到的问题 就是它三几年 三年过回去的Molumentality 它是所有的项目都 热的就是在Molumentality 用一段时间带到他中国学习的东西 对于说 两个步他还做了个完全和中国没有关系的 时间线 我再有留意一下 他三五年回中国 他已经就已经退休了 他之后没有在美国奎运的 没有什么时间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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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在美国做的那件事情 其实是跟中国人平修的 他在干这些事情,他还在解决这个玩笑。 我有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讲中国中式建筑和西式建筑, 所以其实我们会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什么是中国的中式建筑吗? 就比如说我们说他做了一个中西结合, 可以看得出哪些是中式元素, 或者说是中式建筑语言的表达, 那他有没有从根本上去了解, 或者说中国式的建筑有没有这样一种贯穿的哲学, 就是盖特的这个精髓, 就算是盖特的中国建筑, 或者说能够不仅仅是表面上演的这种元素的表达, 而是他能够在哲学上, 比如说他不光是一个建筑, 而是整体的这种思想会有吗? 好问题,我觉得正反两个二十年都成了一,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扯得远一点, 你读过梵子的神灭论吗? 你说的其实概括来就是行神的关系, 对不对? 你去问我说, Wurphy好像就是在追求极致的形式, 对吧? 但他有神似吗? 或者他看着这个形式, 答应这个问题我理解,是不是? 对,对吧? 那我觉得艺术家可能都有两种不同的想法, 一种认为我应该追求神, 对吧? 有另外一种认为我应该追求神, 就是行神的关系, 这是一个更宽泛的话题, 如果我个人, 我更相信Wurphy的这个方法, 我不太信任, 你真的能照顾神这件事情, 你怎么证明照顾神? 最后你还笑不到情商, 犯整神面论, 他讨论哲学问题就是说, 肉身跟灵魂的关系, 它是一个我国古代著名的维吾主义资料家, 对, 但他的那个argument就是说, 神就是意图会形成在灵魂的地方上, 当然, 苏州博物馆真的是抓住了神, 诶, 好好讨论一下, 苏州博物馆, 如果你把它的平面展开, 它是一个masonry structure, 就是它跟, 它不是这种空间关系, 它是一个大房间套一个房间套一个房间, 然后那种格局, 是一个西方石造传统人的国家, 自己看一下那影片, 背语明的形式感, 是一个非常好的masonry structure, 就是它所有东西都在切实, 丑得有点太凉了, 中国的神友是太中变化了, 说你就抓到了, 各种特点, 原理石和官司, 你怎么去把它原理石和官司, 都抓了, 抓了出来, 太发散了, 但是我正好说到这个话题, 用圆明圆词的一句话说尾, 就是那个你的, 嗯, 里面圆明圆被报给你手里, 最后人无可写词, 就是, 怎么说, 最后就是, 什么福海渊如海, 谁信神州上有身, 所以还是觉得不存在, 我个人的观点, 但是你反过来argue, 我能够认同, 就很多艺术家, 我觉得好像大部分的中国艺术家在追求神, 因为他觉得, 就是, copy 这个东西, 信, 哎, 我问一下, 你是觉得他不存在这样一个, 文艺的神, 还是这个本身就是多面, 还一直是在变的? 不是, 我是说从方法人的角度来讲, 追求神有点虚, 反正我不适合这样做, 别的人可能适合这样做, 一个问题就是, 不是说神是那种太虚的东西, 比如说你, 比如说那种影, 他尝试去寻找这个曲线, 就比如说这种比较具体的一种, 造型的方式, 但是你可以用一种比较抽象的语言, 来把它, 我们现在的建议, 也不需要那些太多余的装饰, 是可以的, 这就跟意大利反的建议是做什么一样的, 比如说像, RDECO, 它也是抽象的这些, 对, 各种传统的模式,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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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 undiskDE, 这样, 我并爱 Custom, 但比较高吗? 我 micro sorry, 我就觉得都蛮粽的, 我是一种神。 湖边的那个水边的那个处理的做法 那个食材怎么够的那些都很重要 特地中国 对 就反而那个结果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你觉得那次重要 就是你给中国的第一 对我想接着刚才的话题 出发一下我自己的感想 就是与其我们去找到一个权威 来问他什么是中国的元素 什么是中国 不如我们自己去先首先自己问自己这个问题 什么是我想要的中国元素 什么是我想找到一个优秀建议士的时候告诉他 我的执念我想要的那个中国 你把我做出那些那些装饰那些线角 我要这些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沙龙做成这样一个公共知识讨论的平台的一个目的 大家一起交流一起分享 然后回头形成自己的一套 对美对文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还有别的问题吗 还有别的问题吗